毫无疑问 中美博弈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表面上看中国好像失眠楚歌 美台互动频繁 台海危机重重 印度不断挑衅 中印边境冲突不断 东欧小国捷克的某些政客都想插手台海问题 捷克参议院议长 带领着访问团访问台湾 在南海 美国带领着绿澳挑衅中国加剧 然而再仔细一看 会发现中国经济复苏良好 是全球主要经济体 唯一在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疫情控制良好 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 依然被疫情深深的困扰 中国内部非常团结 面对外部压力 老百姓反应非常淡定自信 至于军事压力 解放军有条不紊地在军事演习 完全有应对一切挑衅挑战的能力和勇气 再看美国 一方面是美国大选内部政治失恋 另一方面 是不断地爆发各种的示威游行和暴乱 再加上经济一塌糊涂 美国不但自己的问题没有搞得很好 哪怕围堵中国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政治上美国在安理会已经连续两次被孤立 我之前分析过中美博弈 美国是战略首饰战术攻势 中国则相反是战略攻势战术首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发展速度比美国快 国力和影响力增长比美国更快 美国频频地打压中国 是想压制中国的成长 从而滚固自己的霸权 中国面对美国 之所以一直抱着战术首饰 是因为中国实力还不如美国强大 中国还需要继续在压力下加速成长 只要中国实力不断壮大 时间就在我们这边 中美之间其实是一个玩道和霸道之争 是政治理念和路线之争 美国要维系其全球霸权 要作威作福 活在最顶端 想不劳而活 中国要做的是 建立大家平等互利合作供应 共同发展 共享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但要让中国老百姓 过上好律制 还要让全人类过上好律制 所以两国从根本的志向上 就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两国在战略上的根本性分歧 基于这样的政治理念 中国内外兼修 对内加强经济内循环建设 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和供给撤改革 同时寻求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 对外 中国则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更多的国家 更多的人口 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大循环中 从而在发展中国的同时 造福全球 造福人类 然而 美国恰恰就反对中国的做法 美国认为中国 对美国的霸权威胁最大的 有三点 一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认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美国政治上的巨大威胁 为什么 美国会这么解释呢 西方地缘政治学 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麦金德 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 叫世界岛理论 这个理论影响有多大呢 一般认为 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 是导致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谁控制了东欧就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 很显然 麦金德的理论对当时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影响都非常大 在他们的意识里 一旦德国和俄国控制了东欧 就意味着 他们将主宰全世界 那就没有美因什么事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 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就会天狼地把中国视为对手 敌人 美国害怕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强国的崛起 再用铁路把欧亚大陆给连起来 这在美国看来就是它控制欧亚大陆的噩梦 二 中国的产业升级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科技升级 一部分是制造工艺的升级 这两点都让美国如蛮在背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中国掌握了核心科技工艺 以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 中国很快就能够获得巨大的成本优势 美国是需要靠这些仅有的高端科技 高端工艺来获得高利润的 如果中国的产业升级实现了科技与工艺的突破 美国将无法与中国竞争 如果中国获得这样的能力 美国认为它将失去获得高额利润的机会 以及科技领域高端制造领域的霸权 如果美国失去了这两点 那么美国已经空心化的经济 极高的估值的股市 和充满泡沫的金融投资设厂该如何的解决 在美国的意识里只有零和游戏 所以他们不认为与中国合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认为把中国打压下去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种思维的支撑下 美国怎么会不敌视中国 三 中国的武剧 美国一直把中国的武剧把华为视为威胁 为什么把中国武剧和中国华为视为威胁 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 是华为作为一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它的资金 技术 全球市场影响力等方面 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巨头 而且是一家公司与美国多家巨头展开竞争 华为不但运游全球最先进的5G技术 在芯片研发方面也已经获得突破 其性能甚至不落于美国最先进的芯片 因为像高通是研发芯片的企业 苹果是做智能终端的企业 施科是做基础网络的企业 谷歌是做操作系统的企业 华为要在这些领域对美国企业实现全面的干潮 这简直是美国的噩梦 华为还拥有服务器 人工智能等业务 在美国看来 华为一家企业 是在对美国最高级别的产业进行釜底筹刑 二是美国全球监听网络将被淘汰 美国耗费巨大的资金 政治支援 在全球建立了强大的监听网络 美国对这一监听网络的情报依赖非常严重 如果全球加快推进5G建设 整个基础互联网在未来数年 快速由4G到5G 在美国不掌握5G技术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美国的全球监听网络也报废了 所以试图废掉华为这家企业 不仅仅是为了阻挠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科技升级 还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全球的监听情报网络 理解了这些 我们就应该明白 美国对华为是不会考虑留活口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力挺华为的原因所在 这不仅仅涉及到国家利益 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 为了在上述三点对中国进行打击 美国打击中国 其实是围绕三大阴谋展开 一 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矛盾 破坏一带一路债益的正常推进 美国为什么一直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矛盾 为什么不停地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甚至不惜借港独台独给中国制造内乱 其目的就是要给中国内部制造麻烦 在中国外部制造矛盾 从而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债益的顺利推进 美国在南海、台海、东海、中影之间 不断地扮演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角色 就是希望中国麻烦产生最好出现内乱或战乱 这样中国就不能够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了 就能够破坏中国一带一路债益 二、针对中国的产业升级 试图切断中国与全球的供应链体系 并通过改变全球贸易规则 来重塑美国控制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 如果大家注意 过去一段时间里 美国在想尽一切办法 试图将中国的产业从中国转移走 同时试图切断中国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联系 尤其是疫情爆发后 美国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美国为了达到目的 甚至逼走了世贸组织总干事 三、打击中国的华为、中兴等科技企业 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 未来美国打击中国 总的来说还是围绕这三条线 中国只要稳住自己 在这方面走得稳 该出手时出得准和狠 并来降党 谁来土眼 美国既然一定要和中国过不去 那中国最好的应对就是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而后见招猜招 最终让美国陷入无奈之中 感谢观看